歡迎收睇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136.87點 連升三週後微跌了0.04% 我們今天除了繼續有施生 也很高興請來香港業主會會長 蛇慶雲施生和我們一起談談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出了一些劏房政策 看看他們兩位有什麼意見 兩位你們好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 立法制定劏房出租制度 符合標準和經過登記的柬埔房 才可以繼續出租 想問社會長 你認為柬埔房的標準合不合理? 如果要改裝成本會不會很高? 我們做行重學 第一,特首有理念 好的,是好事 社會是進化 由以前的農屋 再轉化為板鑑房 板鑑火油,然後劏房 當然慢慢去做 有理念,但它缺乏了數據 所以剛才你所說 如果按照它的方案執行 是有很大的困難 困難之處,第一 譬如現在用它 我首先說八十呎 以上的那些不是問題 即是可以改裝到有八十呎 即是用它的理念來講 有獨立洗手間 都不是問題 最大問題是 有些舊樓去建劏房 舊樓的長身 就用旁邊的長身去貼 或者舊樓的長身是對街的 你要人再改建 一定要撥爛牆 做個鋁窗 到時候 屋越次越高了 即是會有雙重的一個困難 第二個困難之處 當你要做的時候 譬如我當一個經營者 他有六間劏房 但因為未必合乎八十多呎 有一個問題 他要將六間變為四間的時候 我問了一些裝修師傅 如果要做一個規格 或者一個方便的劏房 大約十五萬左右 不少於十五萬 你想想 如果一個經營者 你的成本要六十萬 還有不知 將來的法例和規管什麼 很多人會擔心 施政報告一出 我兩天 我又收到十幾個電話 有些是我們會員的 甚至有些說 他知道他媽媽是做劏房的 他現在都制止他媽媽 立刻要請走這個劏房 不再做了 因為他怕著他媽媽犯法認事 不知道後面還有什麼情形存在 經營成本貴了 有經營者退出市場 剛才說 有些擔心刑罰 或者其他方面 又退出市場 所以相對之下 劏房供應量會減少 你剛才說 其實未來可能 劏房的租金都進一步推高 會 如果在新政策之下 你剛才說 劏房的經營者說 離場不玩了 在供應減少之下 會不會更加令到一些 租不起這些減薄房的劏房戶 可能要流離失所 很大機會 我們說他有頭冒 沒有人想做勒利 有些只是交了二、三千元租的時候 即是他有一個困難 或者單身一個人居住的時候 你突然要他住一個很漂亮的單位 合照資格規管沒有問題 人是進化的 但他給不起六、七千元 是給不起的 還有這些人可能已經過了房署 申請公屋那些人都不少 但是政府拿不到的數據出來 我們更加不會知道 但是問過他們 有些人說 是申請不到公屋 連申請的門檻也有不到 那真是有困難在這裡 到時候我們很擔心 未來一、兩年內 有多少人會睡街呢 這個是擔心的 施先生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減薄房的標準 合不合理 問題是你以什麼為合理 你說要住好一點為合理 那麼八平方米都可以減少 沒錯 不如八十平方米更好 有窗 不如廁所又有窗 廚房又有窗 這樣最理想 這個是跟現實的情況不符合的 你先要看看現實的情況是怎樣 哪些位是有條件改善的 你是現有的基礎上去改善 你應該先分現有的劏房 有多少是建在住宅房裡面 有多少是建在工廠 有多少是建在寫字樓 你現在一下子說住宅開出來的劏房 就客家 商業的工業的全部都不行 以後沒有的 要看看有多少以後沒有的 多少沒有的 是不是可以在新的住宅樓給它 就是這件事它要計清楚才可以行 所以我做劏房工作小組成員 第一次被委任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倡議應該有發牌制度 這個發牌制度 用地產代理監管局 用發牌來監管給經營者 最重要你想要經營做劏房生意 你開賓館也要發牌照 政府也要宣傳無牌經營也不對 好了 拿了一個牌費 因為政府不夠人手做 體諒他們那些 你變成用經營者的錢 那你發牌不是要找多些人 工務員一樣要人手的發牌 就是用發牌的錢去請人 去巡查這些單位去檢查它 第一沒有拿牌就是寵罰 認識也沒有人會說你錯 但是有牌的就要檢查你的單位 有沒有要改善的空間 有沒有偷水偷電 就是剛才所說 你越多資料 政府的數據就越多 變得特首出來的施政報告 或者改善一些東西 是容易很多 現在它缺乏了這些很微細的資訊 所以剛才所說 你要做一個劏房 你要做一個漂亮的劏房 不是問題 問題是怎樣去執行 你沒有數據在手 他就這樣說 就要這樣做 會有一定的困難之處 所以第一樣出現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足夠的住宅單位 去代替不合格的寫字樓單位 工業單位、商場單位 如果你根本沒有的 你根本無法走 除了住宅用途的因素之外 我看過一些民間組織的調查 現在的劏房平均只有6.5平方米 如果6.5變成8 就是很多都不合格 先拉均勻 只有6.5 現在都沒有6.5 沒有6.5是否要間隔 要間隔的比例很高的話 這個工程都很龐大 即是你間隔的時候 你不可以一家大小住 你要請客人走 你才可以間隔 你請客去哪裡呢 就不可以去旁邊 工廠大廈有多個劏房 你說現在新租的 就是劏房要站在住宅單位裏面 所以只要改的面積都有問題 除了面積 就是窗的問題 有窗當然好 窗也有很多種 如果建築條例 它規定一些窗 那些叫Prescribe window 就是要在窗裡望上天 多少度角可以望到天 望上天差多度角 你望到天的就是客格的窗 你這條街很窄的 你要新的頭出窗才能看到 天井窗可以不可以 也有很多 當然將來立法的時候 會搞清楚 現在其實不客格的窗是很多的 我說現在你查過沒有條件 一下子對窗的要求高的話 你就不要定那麼高 如果你說明知這些單位不夠的 不夠你就要將就要妥協 你就一個就是 不用一定有窗 有通風 有通風當然是不好 望到天也好 但是不夠你也要接受 那你就下一個階段 才要提高要求 他現在都有將就 沒有要求獨立廚房 只是要求獨立廁所 所以我說他應該研究一下 多少是可以將就的 你的過度就容易一些 好 想再講長遠一點 其實長遠來說 怎樣才可以解決到 基層的住屋問題 以及未來其實房屋供應 會否追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兩位覺得 讓我先說 當然你先 你是住屋 你是客人 我應該讓你先說 你先說 好 困難的 剛才講了幾個問題 第一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想不想到公屋 就算有一次 我有一位立法會議員 他都說了 現在政府好 將會二年七年 有五萬個 簡約公屋那些 第一 軟水救不到近課 第二 還有很多人等著 簡約公屋 或者各方面 在這裡 最重要的是 劏房客來講 有一部分 較為嚴重一點 他現在申請公屋的資格都沒有 連排隊都沒有 那你怎麼安置這些人 這些人是不時虎的 如果特首的事件報告 你說有三成是 即房間是有問題的 即是有劣質的 即是說出來 計人口比例 一個房間 有兩個人住的那些 即是六萬多人走出來 六萬多人走出來 六萬多人裡面 我就打回折頭 起碼有五千至一萬人 都會有遇到困難問題 那他到真的住不起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呢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看不到現在政府 即使他建了很多公屋 也好 建不成功 能夠不成功 能夠不成功 這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一直有公屋 劏房沒有運行 走了 那些人都不玩 那些人拿公屋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劏房另一個問題 剛才沒有說 其實劏房現在大部分 都在市區 即是你在市區的劏房 就有人去 你說 你一定要放在住宅 市區有些地方 那些不合格要搬去新界 他寧願用那些不合格的劏房 都不想搬去 有些人有家 我認識的朋友都住劏房 他家裡有房給他的 不過他覺得回家圓 是沒錯 那上班方便 他寧願住劏房 那你說 如何改善香港的住屋問題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你在一個這樣的節目 當然沒有人講到很詳細 你說 現在香港的問題 根本是什麼呢 根本就是 地價過高 如果不是地價過高的話 大部分 以香港人的生產力 人均收入 是給得起建築費有餘的 即我們不用在三邊 建木屋 住貧民窟 因為香港是 GDP per capita 很高的地方 給得起建築費 根本就 只要政府提供土地 給得起建築費 發展商 合理的利潤 應該市場都可以夠供應 問題 不是增加供應就可以 增加供應又會出現其他問題 政府現在是思慮不周 一方面想壓抑樓價 增加土地供應 另一方面發覺 成功地壓抑樓價之後 發展商又不買地了 財政收入就沒有了 樓價跌了之後 然後有些人又負資產 負資產之後 他的消費能力 投資能力又受到破壞 你要想清楚 你要增加土地供應 我覺得增加土地供應 遲早增加到 之前是有些人 左頭左勢 增加不到 現在 連政府都擔心 多得仔 我自己覺得 你要想清楚 你的財政收入 是怎樣解決 你幫哪些人 不幫哪些人 幫的現在 又有公屋 又有陸自居 又有居屋 有很多種的 其實我自己認為 政府幫的就是一種就可以了 就是收入 連市場租金都給不起 唯有住年租的公務 沒錯 你不幫他不變 除非你 大屆出境 全部沒有錢的人 我們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兩位都分享了很多關於劏房政策的一些新觀點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